欢迎来到一三说栏目 我是主持人一山 那我是加州硅谷这边的一名临床心理学家 在今年的疫情下呢 硅谷这边很多的工程师 都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 自己的工作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影响 那有大批的裁员潮 也有很多工程师面临着重新失业之后 重新再就业 重新找工作这样的一个过程 今天我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硅谷这边 好几位这个工程师们 一起跟我们聊一聊 职场就业再就业 这当中的一些心理生理和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 他们也会分享他们创立的一个帮助大家 更好的找工作 在职场上有更好的发展的 这一系列的资源和社群 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 那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一三说这个节目呢 最近在做一系列的关于职场心理相关的公益讲座 因为最近尤其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在硅谷这边很多的这个工程师们 他们的这个职业呀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那么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面临避裁员呀 失业呀或者工作不稳定啊 这方面的焦虑也在蔓延 那么除此之外 工作方面没有面临裁员危险的人们呢 又又面临其他的问题 就是职场当中本身自带的一些焦虑啊 跟人相处的一些问题啊 包括职场中的冷暴力啊 所以我们最近在做一系列的 怎么在职场当中更好的应对自己的焦虑 怎么更好的自我关怀 怎么去应对一些职场冷暴力 怎么去更好的和其他人在职场中沟通 那么我就很偶然的得知了 大家在做职场这方面相关的 帮助工程师们在就业这样的一些工作 所以今天就很开心能够跨界 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 那各位嘉宾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 能够更好的了解你们大家的背景 大家好我叫李洪伟 现在是在MDB做这个Data Science 和美心能力方面的Tag Lead 然后那个也是我们这个科技资料 回去这个早期的发起人之一 大家好我叫李林 然后现在在Uber做Data Scientist 主要负责产品就是更新迭代 然后做一些分析 之前是因为首先在Uber的大裁员消息 知道很久的一段过程中 然后知道宏伟一直在帮大家 就是自愿的来发起一些社区活动 然后帮助已经被裁员 或者有可能被裁员的一些人 找工作的机会 所以我们刚开始是因为担心自己被裁员 但后来也愿意加入一起帮助大家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大家好我叫冯剑 我是在Airbnb做Admin Manager 我现在在这三个人里面 我算是加入这个社团最晚的一个 我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涉及到裁员风波的时候 但我比较幸运没有受到影响 但身边其实有不少人 需要去处理这样的危机 所以我之前一段时间 相当于是帮助族里面的人 不管是不得不离职的 还是说留在公司里的 帮助他们去处理完这些事情 安定下来之后呢 我也在考虑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 一些体会啊 可以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人 去获得一些帮助 尤其在湾区这边 不管是华人社区里面 还是技术社区里面 互帮互助 offer help这样的风气 还非常浓郁的 所以我就探索了一下 有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让我去 在这方面去做出点贡献 让我看到宏伟这样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就加入这来 跟大家一起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现在感觉很容易 大家好 我叫梁益生 我在今年五月份 出这个AMP的裁员中 受到影响失去了工作 然后受到社区的鼓舞 大概花了一个月时间 找到我下一份工作了 然后我在 在AMP之前 我也在Uber工作 我也有一些在之前 Uber的同事也受到 Uber的残缘的影响 失去了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区 对这些人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会有很大的鼓舞 还有提供信息也会 会对我们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 对 非常感谢大家过来 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就是感觉大家的背景 然后经历也各不相同 那么不管是身处硅谷的这种 这些听众们观众们 还是在其他地区的观众听众们 我估计大家也都比较好奇 在今年的这个大的裁员潮当中 尤其是今年的经济 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之中 人们就是很多工程师们的生活工作 是受到了怎样的一种影响 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的心情有没有受到一些起伏 不管大家的工作有没有变动 会不会有很多的焦虑啊 担心啊 恐惧啊 所以我想听听大家 自己的一个这个过程中的感受 或者大家知不知道周围的同事啊 朋友们啊 在这个整个的裁员潮当中 是怎么去在心情上啊 实际上啊 是怎么去应对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这个医生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要不我忙着医生先说这个话 可以啊 可以啊 其实在AMBB正式宣布裁员之前呢 大家都已经能够大概估计到 裁员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AMBB处于 旅游业这个受到打击最大的行业 它整个业务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之前 大家都能够猜得到 大概能够裁员 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后这段时间呢 对于我的情况来说 我当然都会担心这个裁员会不会影响到自己 对不对 对 这段时间大概 我感觉自己的这个 这个predactivity也会受了影响 因为一个是突然之间 这个大家都为目工作了 另外一个有这样的裁员的这个传闻 肯定心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所以提起来就是在裁员之前 一旦看到这个形式不太好 其实很多人自己就已经开始担心 开始就是自己的工作呀 效率呀 各方面都已经开始受到影响了 对 当时大概是几月份 就注意到自己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些 low productivity 对这个裁员的一些担心 其实从开始 这个大家全部work from home开始 我感觉就整个predactivity 对我本人来说 至少会就已经有一些影响了 然后大概从四月份开始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公司的一些情况吧 对公司的一些数据吧 我们大概也还有一些公司的all hand会议上面 CEO的一些大概能够猜得到的暗示吧 然后这样开始就大概就反正不能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面了 从就开始了 是因为我听到周围的人跟我讲说到时候真正 裁员决定下来的时候 其实还是在很多公司里面是非常dramatic的 非常突然的 有些人早晨一大早去 去正常上班work from home 突然会被manager 比如说叫去开一个小会 在会上通知被裁员 我有这样的一些 听说这样的情况 那我也知道 其实在硅谷这边生活压力也很大 很多家庭可能是单职工家庭啊 然后经济压力啊 也应该不小 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自身有这样的经历 或者周围的人在这个冲击下 有非常这种类似于崩溃啊 或者说是非常突然的这种很shock的这样的经历 我可以给一点我的一些体会 因为我们组里面实际上受了一些影响 然后在就像刚才医生说的 在真正裁员决定通知下达之前 大家心里面都还是有些猜测 但这个猜测实际上是给人最大的压力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 不知道他会不会影响到自己 所以当时我组里面有一个同事呢 就非常直白的都有表达了这样的顾虑 尤其是这个中国同事 因为大家除了这个工作收入上的考虑以外 还有身份上的考虑 因为毕竟是H1B嘛 要是一旦被踩了没有了工作 那其实这个压力是成倍的 所以当时我在跟大家去聊天的时候 我就转到了这么一个看法 就说我们从中国千里条条到美国这边来 实际上更多算是一个advantage 更多算是个优势 这个优势并不在于说美国比中国好 而是说我们有两个选择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中国去发展事业 我们现在也可以选择在美国发展事业 那如果美国现在发生了一些动荡 我们可以去继续让我们这个事业按照原来的计划 或者说还是可以向上发展 那肯定最好 但如果美国这个情况已经恶化到 我们已经不觉得在这继续发展任何意义的话 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备案 回国发展其实有很多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当时我其实说完了 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多个选择就相当于多了一个 你不能说保障 多了一个选择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这样的话以后就不至于会陷入在一条苦痛里面 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现在不管是之前也好 现在也好 对裁员这个事情比较担忧的中国同胞 在里面工作的中国同胞来说 我觉得不妨咱们去从风险管理这个角度去考虑 因为未来很多时候是不可预判的 那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的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去有哪些去选择的资本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那即使这个事情真的发生 我们其实也是比很多人还是更有空间去发展的 就觉得这样想起来之后 这个心态就会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当时我那个同事听我这么说完之后 也太示篮了一些 但是归根结底呢 就是在被吊着的时候 这个感受是最差的 就像刚才说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不知道它会不会掉在我的头上 但这个决定一旦做出来了 有很多同事跟我说 就说当他被领导通知 被老板通知说 不好意思 爱到你了 他们心里面其实是释怀的 就是说我终于知道这发生了 即使发生在我身上 让我有点倒霉 但是这个毕竟是已经是事实 那我以后不管安排什么事情 还是说我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都是有个很好很稳定的一个基础 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我身边的人来说 是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这个大家其实水平都很不错 在我看来很多身边的工程师 他们即使受到这个影响 他们都能很快 大部分都能很快找到下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用在这个事情上 特别的焦虑 当然去不同的人 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 对于有了几年工作经验的来说 那其实这个情况要更好把控一些 但如果是刚刚毕业的来说 或者说刚刚工作一两年 那这个时候确实要更加艰苦 对 确实大家需要在这个方面去 做一些投入 做一些考虑 但是整体而言 其实工程师这个方面 就是大家只要能够在自己的水平上 去多多雕琢一下 其实也不用特别的担忧 也不用对这个情况有特别的特别的焦虑 对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特别的好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 是心态一旦能够稍微的调整一下 哪怕只是微调一下 可能很多后续的一些准备工作呀 可以做的事情啊 就会更明朗一些 那这也就引入了 让我就更想了解 你们各位在一起奉献 一起努力在做的这个社区 我不知道你们是叫它社区也好 资源平台也好 就是能跟观众听众们介绍一下 你们在一起当志愿者们 在做的是怎样的一个社区呢 我可以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一次名字实际上是叫科技职场互助社区 我们叫它叫社区 而且定位的是做科技职场的互帮互助 然后那个英文我们就叫这个tech job community 对吧 这个名字不言而律 我们这个想要做的就是想要在这种 就是我们是从疫情里面开始建立起来的 这个疫情领养家建立这个风暴里面建立起来的 然后很多人可能以为我们只是做一个帮大家找工作的这个事情 其实当然这是我们最早一个出发点 受到这个很多人的影响和这个鼓励 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收集工作资源 以及收集很多这个渠道信息去帮助大家提供工作和招聘信息 对吧 但同时呢 我们的长期愿景其实是想在整个职场这个domain里面去做事情 去帮助大家去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帮互助的自发运营社区 那么这个职场这个是很大 它包含哪些呢 它包含比如说从找工作开始到面试到培训到后面 比如像进入职场之后 你这个职场的这个职业发展和这个个人成长 所以这整个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会经历这个职场的起起伏伏 然后也在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别人的一些善意的帮助 也有很多人会很善意的去给别人提供帮助 所以呢有这么一个社区的概念就更有助于我们去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和培养上一个很好的气氛 这是这是那个我们overworld 就是说介绍自己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个一个主旨 然后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问到就是我们社区现在是怎么样在做这个事情的是吗 嗯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观众们可能不一定对你们这些社区很了解 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这个社区 我知道好像是成立在最困难的时候 也就是今年这个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 很多很多人被裁员有大量的这个找工作需求的时候 所以我也是很开心能够了解到这个社区的宗旨 不只是说为大家找工作 但他好像是从那个那个时候开始 但是他想要成长成为一个更大的更有影响力的可以帮助更多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针对于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华裔的社区 还是更广阔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这个很好 我们其实是成立和起源于华裔社区 那个比如说这个政治成立的时间 我认为标志性的时间是今年的5月5号的晚上 对吧 就是MBB当天宣布裁员的当天 也是我知道这个医生社的影响当天 其实对我的个人影响特别大 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够做什么 所以我得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比如说去起源一个朋友圈 对吧 起源建立一个圈 之后我就承诺说我会做三样事情 就包括说我们建立一个 大家都可以就是访问的一个Google Doc 这样大家都可以提供很多自己知道的工作的信息 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去可以去看到 然后我们建这个群也是可以互相鼓励 然后有些人可以方便自己 比如说不方便在Google Doc里面发布的消息 他可以在群里面给大家讨论 对吧 然后从这个地方点出发 所以呢 因为这样微信这样的公众 微信这个群 一直捆圈这么一个 天然就是华能很区区的地方 所以自然让我们成长成一个华能社区 但是我们的长期愿景里面 你从我的名字也看得出来 我们希望做广益的资产互助的 那么我们希望先第一步 我们先把华人这个社区建好 能够尽快的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华人社区 呃成立一个非常有归宿感 呃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并且可以从中获益的这么一个社区 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包括更多的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社区里面所收集的工作机会里面 其实有很大很大的比例 其实是并不是这个华裔的工程师 或者是招聘人员提供的 反正很多都是比如说像 Uber的前CTO 川胖他就不属于我们华人这个社区 但是他就帮助我们去宣传我们这些工作机会的入口 帮助宣传我们这些工作 也有很多找工作的人也是受了NEOF影响的人 他们也是不属于华人这个圈子 但是他们也会用我们的一个资源 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标题所取的 就是这个科技职场互助社区 所以在科技职场这个范围里面 都是我们想要去扩展的一个对象 只不过是我们肯定从战略上来讲 要分几个不同的阶段和步骤去实现这么一件事情 对真的是特别好 就是听起来你们在建的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和这些资源已经非常的广为流传 帮助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不同种族的 都有需求的这样的科技职场的人员们 那么我像您刚才说的我就想更多的了解一下 现在因为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志愿者 在做的都是志愿者们 那现在这个社区是怎样的一个运营方式 那么大家在里面是怎样的各司其职的 互相配合去运作这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呢 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要不我来回答 因为我可能从头开始我可能了解更多一点 然后有我忽略的地方 这个医生农舰和民都可以补充 好不好 首先这个问题我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讲我们社区目前发展的状态和资源 好不好 第二部分我就讲我们社区目前运作的状态和 这个运作的模式可以吗 第一部分就是说我们社区目前的话 这个状态我们社区分为很多不同的渠道 其中主要包括有我们目前有九个微信群 这九个微信群是从一个微信开始起来的 我们几个微信群现在截止昨天为止已经全部满园 就是500这个线 我们每一个群去故意留的几个位置 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志愿者 还有那些可以给我们社区的人提供更多机会的一些人来加入进来的 那么现在这个满园还有很多人想加入进来 我们现在目前也在想进一步的扩展办法 那么其中我们还有一个Telegram群 是可以容纳更大的一个社群的 这个是目前比如说我们想要加入进来 但又没有办法加入我们九个微信群的人 可以加入这个Telegram群 我们的资源也都是打通了很空想的 同时的话我们社区的资源者非常非常辛苦的 建起了一个这个网络APP 这个网络APP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东西去访问 这个手机也好 这个电脑也好 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这个APP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它主要实现可以就是发布这个招人信息 和这个发布自己想要求职这样一个信息 并且求职的人也完全可以选择上去 它里面有一个jobboard 就是那个list的这个各种招聘信息的微信里 可以搜索可以检索可以查阅 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类退也好 招聘也好 还有其他所谓的第三方招聘信息也好 然后这种信息 然后呢 有招人需求的人 他们除了post招人的这个信息以外 他也可以上去搜索我们的人才库 这个我们目前的话 这个人才库大概有三百多人 这个量虽然听起来很小 但其实在我们这个华人科技程序里面 这已经不小一个量了 而且有更多的人是他去上去 会使用他去看里面的那个招聘信息 不一定会捏入自己的信息 那么我们目前的工作机会呢 目前上面的记录有接近六百条 但是其中有很多记录都是一条记录 会包含多个不同的位置信息 对吧 有的时候一个公司它可能发布十多个位置信息 它就压在一个记录里面 这个最早是从我们这个google doc里面出来 然后增长 然后大概有130多家科技公司提供的 他们相关的招聘信息 我比较好奇这个招聘信息是那些公司 直接提供给你们 还是那个不同公司们的这个工程师们 volunteer的去帮你们收集这些信息呢 主要都是这个来自各大不同公司的这个 有这个招聘人员 专门的招聘人员 还有这个很多公司里面的自己的员工 他们可以提供类推的机会 他们知道有哪个地方 他们是有opening的 可以提供自己的这种类推信息对吧 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像别人 就是比如说reach out到社区里面一些人 他们就这个机会不感兴趣 他们就会劝别人说 你们其实可以把这个信息提供到这个社区的这个平台上面去 会有很多人会看到 这样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模式 对是这样一步步积攒起来 所以其实不是说某一个公司以外方代表做的 就是整个社区的这些社区的人们 点滴点滴积攒起来 所以真的是很大的一个teamwork 就是很多moving piece 大家一起去整合这些信息 那么您所提到这个人才库 是指有求职需求的人 会把自己放在那里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储备库的这种感觉 然后他们自己会去看这些信息 然后找这样的资源 OK 他们主要是给的想招人可以搜索 对吧 比如我们想招一个soft engineer 我就招 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信息 很有意思的是 它跟很多公司传统的提供一个 往生的入口不一样 是每一条信息后都有一个联系人 你是在跟人直接对谈 有人会帮你 有人会告诉你 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human collection是非常实际的 我觉得心理上来讲 对一些求职的人也好 对招聘的人也好 这个human collection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社区非常看重的一点 对对 那么背后这个人是你们的志愿者 还是直接招聘背后的那个招聘人员 直接招聘的招聘人员和内推的 因为我知道在科技领域内推好像是蛮重要的 很多人就是会苦于找不到内推的机会 或者如果有内推的机会 会有很大的注意对吗 所以内推的这些资源是很多的志愿者 很多的当地的工程师们会主动的去 去提供这样的服务吗 就是这样的一些资源 我也在里面帮人内推 虽然说MBB现在不招聘 但我一个朋友在另外在科技公司做VP 他很忙 他就跟我说 他非常感动于我们在做这个事情 他想帮我们他们公司有很多招聘信息 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本人去处理这些内推信息 那么我就填了我的联系方式 那么的话别人会把他们的简迹和介绍发给我 然后我在里面就会筛选一下 然后我觉得根据他的招聘需求很符合的人 就可以推送过去 对到目前为止 我的已经推送了大概五十多个人 哦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在裁员上两个月的裁员中受到影响 然后呢他是可以 就是说比如说我是我们组要招人 然后呢他把自己的信息放上去 因为他想帮大家嘛 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后他可以约这个人说聊一聊 因为在我们组招人 可能这个人他对招的这个人的requirement 相对比较了解 所以也提高了大家找工作的效率 因为有的时候你光看job description 可能你觉得 我有多少的百分比是match 我是不是和这个 我是不是应该尽我的百分之二百的权利 去拿下这个工作 所以如果说你跟这个人聊一聊 你可以知道OK 我们招的是有这样的technic的技能的人 我map match 这样的话可以更了解 更有针对性的去找你的下一份工作 嗯 这个真的很好欸 因为感觉现在市场上的那些招聘信息 如果只是去浏览的话 很多这种具体的内容 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那么你们的这个社区做这样的很多 我听起来有非常多的志愿者 在贡献非常多的时间啊 知识啊 经验啊 那么好像是一个更好的 更精准的这样的match的一个过程 也可以帮很多求职的 或者在就业的人们 真的是省去很多的这个时间的搜索啊 尝试啊 海头啊这样子 是我还补充一下 我一直到刚才可能有第二个问题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就那个我们社区目前怎么运营的 这个我不得不说 其实很多人这个看了之前 您提到那个报道以后 认为说整个社区 是我一个人以己之力建成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准确 我只是一个发起人 也是其中的资源者之一 这个社区真正建成 既然我们刚才记得 这个资源的收集也好 这个里面很多活动也好 都是每一个人参与其中 点滴的积累 形成的一股真正的力量 才能够把社区做得这么大的 所以说其实我个人的贡献在里面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甚至我因为是很微薄的 比起很多资源者的工作 像比如说像冯健啊 像这个您啊 包括像医生 像医生虽然不是我们社区的资源者 但他是我们社区的第一个 这个拉进来的人 然后那个我们 我非常希望帮助他 周围很多人也想帮助他 然后呢 我觉得医生身上非常了不起的一点 是说 他当时营养之后 在自己的下一份工作 很没有确定的情况下 自己我可想而知 他面临身份的原因 或者其他方面的压力 其实是非常之大的 但我看见他非常非常积极内观 他去群里面 他会告诉大家不要惊慌 告诉大家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体验 包括有的时候面试 有些什么经验或者什么的 他会第一时间会告诉别人 然后别人会特别感兴趣 还专门来找我 问他这个微信号 然后去跟他这个沟通 他也帮助了非常多的人 像冯健的话 这个进来之后 帮助我们建这个微信这个机器人 然后就群的维护 各方面是 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劳动 像这个您 有一点很感动的是 像您这个 我们前段时间不收到报道之后 我们失去的肯定开始爆炸 就从2000多人 我们现在升上到4500多人 这个2500多人 是怎么增长起来的呢 是靠像您这样的志愿者 包向Julian 还包向凌虹 对吧 包向健 这些志愿者 手动的 一个人一个人拉 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 每那一个人 平定在微信的操队是5次 微信的群的拉人 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 我说我手抖 这不是夸张的话 因为很多 他们几个人后来跟我说 他们的手也很栓动 这个特别的林宏 后来跟我提到 他说他从来没有拉过人 他第一次觉得 拉人居然是这么 这么复杂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 他那个时候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让我们也都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感激 比如说以医生健和您 为代表的社区的成员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群人 那么结合起来谈 我们社区怎么运营 其实我们社区就是靠 他们这一群这么伟大的人 对吧 牺牲了自己的很多时间和精力 吃了很多苦 流了很多汗 然后很多事情是从外面看起来 是看不见的 很多觉得好像这些事情 好像最近没有什么消息 但其实我们在背后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对吧 虽然说有时候 你说那一个人 从这个被拉的这个人脚来讲 他可能觉得 哦 不过是加入一个群 他们帮助我加入一个群 但实际上 你想要面对这个2500多人 这个增量 对吧 从2000到4500 这样一个增量 其实是这些人是辅助的 极其艰辛的这个劳动 这是我觉得 我想再次也是对他们 表示一下感谢 我觉得也是 也是我认为 之所以说我们社区 能够成长壮大 这个背后的动力 和这个未来发展的灵魂 这是在他们这方面的身上 嗯 对 非常感动 我因为不了解这个社区 光是这样听 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感动 就大家用自己的时间 精力热情 去帮助这么多的人 而且听起来 在群里面 在社区里面 真的是不只是资源的对接 这么简单 我听到了非常多的就是 从我的专业出发 我听到了非常多的这种 带给这些 有需要的人希望啊 然后非常多的支持啊 因为我知道在 找工作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或者在经历大的职场的 一些变动 或者说职场中 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社会支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 像像其他人去寻求这种经验 去去探讨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感觉你们社区真的是提供了 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些好的 这样的支持和 对 理解 我提点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啊 这个 这个是跟心理学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我本人一直是心理学的一个 big fan 所以那个 就是 这是昨天 那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就是说 那个昨天我在跟冯剑聊 聊一个小事情 就是说 他不是在 才在前天才报 以前我不是一直手动拉人 然后才前几天他才终于是第一个出来 研究出来一个微信机器人的一个 LINE的一个方式 可以取得我们人工嘛 然后他的微信机器人有个很有趣的特点 他早期发很多消息 后来他封闭了 但还有一个消息 他每次会在一个群里面发 就是他会发每一天 他会发一句很古文心的话 一张很漂亮的出片 配一个很古文心的话 然后他会统计在这个群里面 多少年 多少去 那个昨天我跟冯剑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以为说 他以为说 我觉得这个机器人是不是 发了太多无用心细了 因为他非常considerate 我跟他说 我其实相反我不这么有问题 因为这个图片 看起来很小 但是 我每次都会点开 而且我非常喜欢上面那张图片 可能下面配那一句 听起来可能很多人觉得 像一个很普通的鸡汤 但对我来说 对我的心灵来说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鼓舞 因为我觉得目前我们社区里面 当然你说找工作啊 都是一些很刚性的需求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忽视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这种个体 他是也是很强的心理需求 比如说你为什么跟冯元 你加入一个群 他是因为他会想要一种 sense of belonging 有一种归属感 就会觉得很多人 是跟我在一起的 有人愿意帮我 有人也跟我一样 对吧 比如说看到医生 都分享那些消息 他说有人已经成功了 那么成功就在我的前面 这个心理上的影响 我觉得有时候很多时候 是比这种物质上的帮助 要跟踪我 这是我认为 像我 我也是非常佩服 我想你们这帮人 就是说做这种心理的节目 去帮助大家去 就这种缓解压力 去能够学习到一些很好的 这种就是心理见识的技巧 我认为也是非常非常具有社会意义 对对 非常同意 而且我真的是感觉 您们的工作 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 真的是把很多我们心理 心理咨询室里面的一些东西 真的是带到了生活当中 它的这个威力 其实是更大的影响力 是更大的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专业的心理咨询 还是现在有很多的stigma在 而且很多时候 在大家有需要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出现 或者大家不一定真的是寻求 这样的帮助 但是你们做的这样的社区 其实真的是在传达非常多的 我感觉非常多的光与爱与能量 帮大家去度过这个难关 对 我还可再补充一个小事情 因为我设计里面很多很多 只能分享 我觉得大家有其他补充的可以补充 然后如果说他多少提醒我一下 我们社区最近有加入一些志愿者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帮人 然后其中有个小女孩叫陶陶 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硕士生 他也就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之前其实不太 就之前跟我讨论的时候 就问我比如说 这个为什么 我有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在群里面 给大家 比如说别人发表什么工作消息也好 或者别人说也怎么好 我会给人家点赞 就是有时候只是个samsa 或者说只是很简单的一个词 或者之类的 他问我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其实有很多人看到这个事情 其实绝对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我没有提供任何的信息 我只是要么就给别人点个赞 要么就告诉别人说 你这个信息可以放到techjobgo.app 就是我们社区的免购网站上面 去让更多人看到或者诸如此类的 那么他跟我讨论的时候 我一跟他说 有时候很多像这样的信息 就我只是起了一个小小的 这么一个带头作用 我希望是最后大家能够 跟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给别人点赞 给别人以安慰 哪怕是很简单的一个词一句话 看起来似乎在外面看起来没有意义 但是对于那个 被点赞的人 他是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他听到我之后 他听到我这个话之后 他后来就去 有几个群里面 他是管理人 他就去有时候听到别人 一个信息他会在里面 帮别人去回复一下 帮别人很简单去点下赞 或者诸如此类的 我就明远发现 就有些群因为他的这个活跃 代表了很不一样的变化 就比如说这些群里面 是很多人是更愿意去帮助别人 更愿意去回复一个消息 不是大部分人在沉默 只是说我没有了这个 微信群的一个消息 所以你看这都是心理学的一些建设 对对 是的呀 就是我有在听你讲 或者说每个人有被看到 有被听到 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每个人的想法 分享都是值得被关注的 我觉得这种本身就是一种 validation 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这种能够被看到 被听到有话语权 也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 我感觉这个社区听起来非常的温暖 把很多人们内在的力量 都给挖掘出来 或者帮大家更多的意识到 其实自己的存在 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刚才您的分享 也是我想想要问的 就是大家在这个社区 从5月5号建立到现在 那也快两个月了 那么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 肯定大家也都有各种的感悟 不管是向医生去通过这个社区的资源 帮助自己 还是大家在这个社区中 帮助别人 互帮互助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感受 比如说在这当中碰到的一些 让自己特别感动的事情 像刚才分享的这些 或者说自己的一些体悟和成长 我也是比较好奇大家的一些 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 我想先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 我看到了医生在群里发的 因为我跟他其实不算是认识 但是我知道他在群里给大家 发了几段 因为那天可能我心情也不是很好 就有点depression 因为跟朋友聊天啊 包括shutting place 然后工作的efficiency 加上裁员风波 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 大家不愿意说出来 或者说我中国人可能更不愿意说出来 所以在群里可能有些人 都有同样的感受 或者说他跟我处于一样的状态 需要被鼓舞 或者是他处于医生的状态 想要去鼓舞别人 大家可能都羞于内敛 没有表达出来 那天看到了医生在群里 毫不吝啬就是说 我受到了这样的风波 之前几年我受到了那样的风波 在之前有多么困难的情况 其实尤其是现在 大家每个人都自己在家的情况下 你很难想象 每个人的坚强和脆弱 其实有的时候也很容易受到改变 所以那天看完那个信息 我就觉得这是这个群所存在的 因为我一个人看到了 我相信即便是500个人 大家有一部分人看到了 所以有一部分人会被这句话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你说他有多大不大的重量 我们没有办法去量化 但是他对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其实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段话 刚才我还尝试着去找一下 对 他其实那段话 我就觉得告诉大家 即便你是 worst scenario 现在你有经济压力 你被裁员 但是 我曾经跟你一样 或者是我曾经也有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但因为我们这样有这样的资源 只要你肯努力 你肯坚持 你肯继续的 就是不放弃 我觉得这个 就是 跟我们社区 更 沾黏在一起 我觉得总会好过于 或大大的好过于 你一个人在家里struggling 尤其是 在国外的这种情况下 所以这挺让我感动的 真的是 互相的一种鼓舞 其实很多时候和心理学上也相通的 有时候帮助大家意识到 哦 我不是孤独的一个人 以前可能也发生过一些 一些挫折 也都走出来了 或者其他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么 给自己一些 给自己打打气 这样子 嗯 我也从我的角度去增加一点 增加一点体会 嗯 我加入之后 我感觉我非常喜欢的 这个社区的一个风格呢 尤其志愿者 这个社区的一个风格呢 就是说 大家都非常的 这个想法都非常的包容 非常的开放 非常的活跃 凡是 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且我们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 在这个基础之上 凡是我们能感觉到的 有可能会对我们社区的这些 呃成员会有帮助的事情 有帮助的想法 我们都愿意去 去尝试去组织一些力量 去实践它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很有效的方 有很有效的一个倡议 是和linkedin的员工合作 让他们去捐赠 并且匹配他们的premiere membership 这样的 让他们的这个员工福利 因为这个福利 我原来也在linkedin工作嘛 这个福利说实话 对于linkedin的内部人 原来说可有可无 因为没有到这个特殊的时期 需要这样的功能的人也不多 但现在这个阶段呢 其实这个功能这个福利 就是显得非常的宝贵 然后呃 当时宏伟呃 因为他的一些个人的connection 发现会有这样的 可以去match的机会的时候 他就呃 注册大家号召起来 去去从这个 在这个方向上去做出一些尝试 呃其实也收集到了很多 非常热心的linkedin的员工 他们的这个职员的捐赠 也match到了很多呃 需要这样的premium 展望的这些年轻的这个求职者们 确实我当时看到这个进度 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触动 呃也能感受到就是 在这个社区里面 大家用一个非常呃 开放的这样开放的这样的心态 去做出任何 我们觉得会有价值的尝试 其实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呃也是一个 比较轻量级的一个发展过程 就是我们并不一定说呃 我们在组织上啊 在形式上啊 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呃 呃 循规早矩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说边做边去想 怎么样可以去让这个变得更好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 每个人的思维更加碰撞起来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呃 呃 对对对下一步可以有一个 怎样的一个 更加明确啊 更加有potential的这样一个计划 我们现在呃就是 呃就是每在社区内部的 支援者之间的沟通 现在变得越来越密切 我觉得确实呃 呃 大家的这个想法 互集到一起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呃 呃 结合出来 都会有非常多的结合点 然后给我们每个人 其实有带了不少启发 这个氛围其实对支援者来说 非常重要 我觉得对于整个设计的维护啊 发展也是呃 呃 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呃 呃 比较激动人心的一点吧 嗯 我说一点点就是 刚才那个健提到那个linked 那个活动是我的老同学家朋友 听了他是linked的一个员工 他主动想来这个点子 然后他跟我提一提了 之后我们两个商量这个 怎么去运营呢 后来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他在主导 而且他现在做的特别好 那个现在那个捐赠的那个 呃 那个群的人数 从linked同胞的就是愿意 捐赠的群的人数 达到了大概六十个人左右 而且总共愿意捐赠出来大约200个左右 这其中每一个这样的premium 就是你如果去买的话 你的价值是应该在200到400美金 其实这个是应该是很 呃 我们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很很了不起的 来自他们一个这个善意的 非常非常棒 而且现在还在这个活动还在继续中 嗯 对 真是太感人了 就是感觉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去边做边想 边整合资源 想到的一些事情呢 就会很很热情的投入进去去 去尽量的把它实现 那么一旦实现了 在这个过程中 又很多人都会在受益 然后受益的人呢 又会把这个热情继续传递下去 感觉是一个非常正向的积极的 这样的一个循环 对是这样 所以我也呃 呃 我对于呃 能够跟一山你们一起去聊一聊 呃 心理学上的一些这个体会的时候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非常有兴趣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比较呃 open mind 比较志愿去接触的一个方向 因为确实大家其实在这方面都是 有一些困惑 一些焦虑啊 其实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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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探索的方向 都非常有益处 对对 说起和心理学的结合 我我其实有两点想想稍微提一下 就是一方面我注意到很多 呃 尤其是硅谷这边啊 因为我我自己的对硅谷这边 可能更了解一点 我觉得其实硅谷有非常多好的华人 针对华人的心理资源 但是好像大家使用的并不多 呃 我觉得有点可惜 尤其是对于各大公司来讲 有非常多的好的员工福利也好呀 或者自己的健康保险啊 里面全都是包括心理服务的 那么这些心理服务呢呃 呃 有些当然是免费的 比如说很多员工福利 有一些自己可能稍微要花一点点钱 但是我感觉经济可能不是最大的问题 但当大家有这种焦虑需要一些支持 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呃 呃 明肯自己扛着 或者可能呃 跟家人朋友聊聊 但是有时候自己如果整理的不好的话 输导的不好的话 可能就容易发泄出去 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蛮受伤的 呃 而且很stuck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在这方面会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也一直在我们也在智力做很多这方面的科普 我也是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话 慢慢的尤其是让科技社区 呃 因为我知道科技社区实际也是蛮高压的工作环境 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 周围的心理资源其实很多 完全可以去用起来 哪怕呃 只是很短期的用一两次 那有时候也比自己挣扎一两个月两三个月 不知道怎么办要好 那心理资源有很多 焦虑压力失眠 夫妻感情问题 这个呃 人生的一些困惑 个人成长的主题 情绪管理呀 亲子关系呀 这些都是心理学的范畴 真的是可以很有帮助 有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我注意到心理资源的运用方面 确实是个问题 另一方面 对于科技 就是大家做职场这一块 我注意到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好像华人在美国的职场上面 是有一些好像比较共通的 很多人都会反映 有一些共同的一些一些平静啊 困难啊 其中呃 很难说一定是怎么样 但是我碰到的比较多的 来寻求帮助的就是在职场上 好像没有办法很好的为自己发声 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呃 啊维护属于自己的credit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assertiveness 好像啊 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困难 就是跟同事的沟通方面呀 怎么让自己觉得嗯 自己很empower啊 这是一点 另外我还注意到很多人 因为这个焦虑压力的背后 有很多的完美主义 觉得自己不够好 自己自己还可以做的更好 那么这个我相信大家在帮助大家 这个找工作的过程中啊 在整个这个职场变动的过程中 可能也会有一些体会 所以我一提到这两者的结合 我就想到了我的一些观察 不知道大家的观察 是不是也是类似的 还是会不太一样 嗯 之前我们就是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短 我们不是也在筹备说 之后我们怎么可以更好的帮助社区 社区的人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我们之后也会在 其实已经在进行中一系列的调查 我们除了在当时 或者说在前两个月 大家对于裁员 对于找工作的需求比较大 但是之后我们比如说 刚才您说的 就是说作为工程师 或者说我们做tech公司的员工 不只是要deliver你的technical skills 当你想要成为一个更 更好的员工 overall在整体上来说的话 怎么样去展示自己的工作 或者说我们已经过来的人 成功的 或者说更有经验的人 怎么来给大家 在社区里的出入职场的人 来提供这样的经验 其实已经在讨论和进行当中 之后我们会有希望展开 一系列这样的活动 嗯 那就太好了 我其实非常期待 因为有时候我面临一些来访者 我除了从心理层面 帮他们去更多的提高这种 personal skill 人和人沟通的技巧之外呢 但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是 作为咨询师也是有平静的 我都经常会鼓励他们 能不能去找到同行的 更有经验的前辈 去学习一下他们是怎么应对一些 类似的情况 有没有经验可以去吸取 包括我知道工程师自己有一个 职业的发展方向 之后未来想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会怎么样 包括有一些人如果当了manager 怎么去更好的去管理团队 有非常多非常的东西 我觉得是不完全在心理学范畴 可以真的是从本领域内的 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前辈那里 可以获取的 所以我特别开心听到 你们有在丑化这方面 以后是非常好的资源 我很期待这个资源出来之后 或者之后构建的过程中 一定要告诉我 我会告诉我们的咨询师们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 来寻求职场相关的困惑的 这样的一些来访者们 真的是太需要了 我谈两点在这个记者上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心理学很感兴趣 对这个职场中 我有很多的感受 确实像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作为华人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群体 就像福尼刚刚说的 跨越千山万水的 我们这个来的 义搏他乡来奋斗 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挣扎 也面临很多的挑战 那么这个心理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 必须得关注的一块 在我看的话 一般从心理这个角度上讲 其实人分为两部分 在这个科技职场里面 首先第一部分是个人的这种基础性的成长 对吧 首先第一个是你的技术 你的知识 各方面要累积 然后你才能去做好一些事情 才能得到一些这种肯定也好 或者一些其他东西也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人与人真的关系的 就是这个成长 对吧 就处理人籍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往往是跟心理学的营养是非常之深的 对吧 就你们刚刚说的亲子关系也好 这个同事关系也好 估计关系也好 那么 这么华人往往来过来的人都特别的聪明 就个人成长 我觉得是做的比较好的 对吧 而且现在社区里面有很多志愿 比如像这个张显君 他们为代表的这个湾区技术联盟 还有这个以杜鹏他们为代表的这个激工学院 都在给提供这个免费的培训 知识增长讨论 诸如此类的 这个我感觉大家并没有那么担心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是往往很欠缺的 这一点的话 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一个就是寻求专业的帮助 就比如说像因为代表的这样的 就专业这个心理机构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认为很重要的 甚至是唯一scalable的方案 就是说能够从peers 甚至在公司里面 或周围的人找这个mentor 这个sitical value 或者是其他地方 都讲这个mentorship 我本人也是很幸运的 以前有个很好的一个mentor 我们谈的时候不只是谈职业的成长 还谈各样的成长 包括心理上的一些困惑也好 什么之类的 就让逢建作为一个manager 他有时候也扮演一定的这样的角色 对吧 要去安慰这个人心的 诸如此类的 那么呢 我觉得这个社区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未来我们想要去努力和扩展 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大家能够找到peers mentors 这样子的话能够有一个比较 有一个relation 有一个非常private和confident的一个环境 能让你去很free 你说出来 对吧 包括后来可以再寻求 也同时也寻求一些专业的机构 这种帮助可以共同的 形成一个立体式的 这样一个帮助 能够保证我们每一个现在其中的人 无论从身理上 心理上 工作上面 知识上面 都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关怀 是这样子 对 我会非常期待你们社区后续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和发展 因为感觉从大家最现实的需求入手 就是求职啊 裁员啊 之后的成长 那么等工作稳定的时候 在职场内外 那其实真的是 大家要处理的问题呀 面对的困难呀 就非常非常的多了 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也会是很多人这个可以受益的地方 所以我非常期待 大家这个根据你们的调查 然后会去针对什么样的需求 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需求肯定是很大的 我真的有感觉到 虽然我不是行业 技术行业内的人 但是只是从心理学领域 我接触的一些科技领域的来访者来讲 我真的是特别希望 有你们社区这样的一个资源 也希望你们能够更好的成长啊 这个带给更多的人 这样的一些好的帮助 那么对于现阶段 一个是可能还有一部分人还在求职 包括新的毕业生 现在也是夏天了 快到夏天了 那还有之前可能在裁员潮中受到影响 还在求职的人们 那包括有些人已经找到了职位 在这个transition当中 去慢慢的适应职场 那么从不同的这个过渡期的 这些有需求的科技行业的人们呢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 一些想对这些有需求的 还在困惑当中的这个科技行业的人们 想要说的呢 我可以讲 想讲一下我 就是说 从心理压力这方面来说 我感觉心理压力本身 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对吧 大家 如果你完全没有压力 你就没有去动力做一件事情 可是你又不想让这压力对你 这个 对 对你这个过程会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感觉 心理压力这方面 大家 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的话 是最理想的状态 然后对于我个人的情况来说 当然我 我失去工作以后当然是有压力的 我也有签证的问题是吧 然后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不是说 特别特别的担心 因为 这个市场的机会 其实还是蛮多的 就看你怎么去找而已 起码不会 像我说了 我当年的时候 刚毕业的时候 那种情况要差 那这时候的 现在的情况 还是比那时候 会好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感觉 就怎么样 让自己本身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平衡的压力 就这方面 会 是比较有帮助的 对这点 我也很有感触 因为从专业角度来讲 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讲 焦虑压力 它并不是坏事 我们人都会焦虑 那它其实是一个动力制造机 对吧 而且它同时是告诉我们 有警示信号 如果我压力太大 焦虑太大的话 也是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要注意了 只不过是 它如果太过了的话 我们的应对机制 又不足够好的话 我们可能整个人 就会半瘫痪状 或者进入这种应激状态 那么它就会有 它的负面的这种影响产生 所以我 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 让大家知道 不管自己面对 怎样的压力和焦虑 还是要心怀希望啊 还是要注意到 现在的资源很多 帮助也很多 可以去通过 这样的一些方式 包括你们的社区 这样的一些支持 来帮助自己 更好的去应对 转化这些为动力 而不是被它给摧垮了 这样的感觉 我也非常认可 这个观点 可以与一个身边的例子 一个是说 我觉得不管是 在工作职位上也好 还是说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也好 因为 基本上都是 还要面临一些挑战的 我觉得 一个比较好的原则 就是说 Plan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The worst 最坏的都坏 我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想通了 也没有觉得 是什么 也毕竟是什么糟糕错的 那个后果 比如说 就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对我同事说的那些话 如果美国这边 实在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实在是找到了 什么工作 那就意味着 中国可能对我来说 是一个更好的出路 如果有这个后路 那我刚才对我 其实对我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这个选择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优势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 在去疏通压力的过程中 或者说 在这种比较艰难的环境的过程中 能够有一个network 确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用一个 就是工作之外的一个例子 来做一个诠释 因为我觉得 这可能不管是正在找工作的人 还是刚刚毕业的人 还上学的人都会有些体会 就是说我在本学的时候 在科大 因为大家都就是一门心 要出国 那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身边的人 可能6,70%的都要出国 对不对 我每天去自己试的时候 我一看身边全红包书 我这心里面就能有这个动力 大家就在学这个 那我就感觉到这个氛围 确实能够确实很好的刺动我 然后我的一些朋友 到美国之后认识一些朋友 他们虽然说也很优秀 但是他们的学校的出国氛围 就没有那么强 那对他们来说 实际上是个非常煎熬的过程 他们一去自一市 发现大部分人可能在谈对象 他也给人把红包书打出来 那其实这个环境跟他就是格格不入 我觉得有些时候 这个环境可能是比较客观的 但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动性的时候 去找一个特别适合鼓舞 能够跟我们这个目标比较相近的这样一个环境 其实还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说现在处于跨远天这样的过程 大家不见得能够有那么多 person-to-person的这样的connection 但是就是通过我们这样的社区 通过一个remote connection 其实对我们互相的去支持 并且去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加正面的心态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帮助的 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也是希望大家看到听到之后 也能够借此来提醒自己 对这个network社区的存在 我觉得如果说每个来这里的从学生到工作 如果我们都是希望一路向上 希望不论在自己的学习在工作中 有的时候一个人很孤单 或者说就像刚才健说的 可能你没有一个很好的network 你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 你非常的迷茫 所以有的时候你只要努力去找到我们 或者说找到你觉得适合你的资源 那么有人一起往前走 总比一个人走 要轻松一点 而且在现在这个特殊时间 加上现在这个科技的力量 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或者说我们有不只是一加一 我们有这么多人 有的时候你很迷茫 扔出来一个问题 都有很多人愿意去解答你的一个问题 总比你自己去想 自己去Google要抢得多 或者说 但是第一步永远都是说你要先 迈出去第一步 然后大家才能一起往前走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您说的 我也想顺着您这个方向往前延伸一点 这也是我在过去感受很深的一点 咱们中国人很讲究内面 就是说有时候可以很愿意把好的消息和别人分享 但是其实自己受到挫折的时候 或者是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其实反而就变得很不一样 就很比如说宰在家里面 或者是一个人相处 不愿意去跟别人临在一起 但是我来到美国 遇到无数多的困难和挫折过去 我在这中学到的最重要最重要一点 总结我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挨死那边有自己 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跟别人隔离出来 就是人是一个 人一定是群居性的 就是你能够通过跟人与人之间的collection 能够哪怕有时候你跟别人只是聊聊天 这其中别人没有隔离提供任何解决你当前所 面临的压力也好 问题也好 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事物 但就是聊聊天的这个事情本身 就对你自己就是很有帮助的事情 和谈说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去聊聊这个过程 要么就是自己已经就是想清楚了 这个怎么去解决 要么就别人无疑中心一句点拨的话 就让你那个的 或者说你就仅仅因为别人的鼓舞 更加的有这个心理这个强度和韧性 去解决目前的困难 所以一定是像刚才这个医生冯建和你也提到过 就是说跟人要建立这种collection 同时要主动去 主动的去去寻求帮助 而且不要怕打搅别人 真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回中文文化里面讲述说 OK 我很怕就是如果我向别人寻求帮助 一方面让别人觉得我很weak 另外一方面好像觉得很会打搅别人 其实两者都是不对的 第一个别人不会 别人不会觉得你weak 反而会因为说你在困难的时候想到了他 他会觉得我知道是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我是可以发挥一点我的价值来帮助这个世界的人 对吧 这对他们也是个很大的好处 第二点就是说 当你真的寻求帮助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有很多你一个人很难解决的事情 当真的有别人去帮助你的时候 一起就变成一个非常严厉的事情 这是我主要的一个建议 就是永远不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给离开来 一定要跟这个世界产生连接 一定要走出去跟别人在一起 把自己的困难勇敢的告诉别人 寻求帮助是一个人confident的表现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也确实是很多人的心生 自己有一些自我的批判呀恐惧呀 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呀 也会阻碍我们做很多事情 但是人一定不是孤岛 我特别赞同 那怎么能够去说 但其实还有一种从心理学层面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不去跟别人说我心情不好 我现在处境很难 我觉得只要是关心我的人都应该知道 他们应该主动来帮助我 我就不会去主动去寻求 别人要是都不来帮助我 我就会觉得世界抛弃了我 他们都是假的朋友 都不是真正的关心我 在我有难的时候 没有人来帮助我 那越想就越孤僻 越想就越withdraw 其实就有点depressive symptom的 这种抑郁的情绪 很多时候就是从思维来的 但是这个又很不理性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去说 别人确实不会知道 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怎么去解读情况 解读他人和他们怎么 别人怎么真正的是在跟我们互动 在关怀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自己的大脑 就给感觉给trick掉了 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提醒 我也想提醒一点 就是在整个过程中 除了寻求社区的帮助 就是真的是走出自己的这个壳 向外去做这样的很好的链接 寻求支持之外 我也希望在我们的听众们和观众们 能够注意到自己的一个状态 能够适当地做一些自我关怀 不管我们是一路向上 怎么去追求自己的工作生活 和自己的未来 还是我们整个人处于一个很低谷 需要去自己疗伤 需要自己去想解决办法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能都有一个 我们心理生理能够承受的一个预线 有时候超过的那个预线 其实是我们整个身体大脑给自己的信号 说我们需要去稍微的关注一下自己 去自我关怀 去照顾一下自己 有时候这种向内的探查 也能够帮我们意识到 我现在是不是在孤立自己 我是不是其实是应该去做一些改变 或者说我现在是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扑实太紧了 我其实是需要去稍微的放松一点 或者我的工作生活是不是失衡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相通的 就这个从很多的现实层面 心理层面 都可以做很多这样的一些自我的探查 调整 这也是别人可以为我们做什么 我们自己可以为我们做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方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好 有很多可以结合的地方 您说特别好 我可不可以在您记者上再加一点 我刚才想到的 就是沿着您这个思路想到的 我在科大读书的时候 上过一门我很喜欢的课 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就是孔雁老师 我们当时科大孔雁老师开了一门课 他今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做人你一定要爱自己 每年我记得上课的时候 比如说到5月20号 他一定听我们说这个5月20号 是一个爱自己的节目 然后这个爱自己主要体验在 很多很多的方面 但最重要就是我觉得一点核心的准则 而且当时他们也在课上讲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事情很重要 对吧公民一路 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东西最后 如果没有你自己什么东西都不是 所以说人最根本上 你应该是你要把自己 你要关怀自己 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把自己当朋友对吧 这个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你说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也好 事业上的原因也好 没有什么困境是绝对过不去的 也没有什么外在的东西 比你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如果听到这个 看到这个视频和听到这个音频的人 在如果遇到困境的时候 有一些非常负面和非常极端的想法的时候 能够记住当年就是孔颜孔老师教我们这句话 就是永远都是你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希望 并且无论你怎么样 你身边的家人 你周围的朋友 没有人恨为 你现在所恨为那些你失去的也好 遭受挫折的那些重要分也好 比例上你的生命和你的存在更重要和更有益 对 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嗯 对 非常感谢这个补充 嗯 好 那么 如果大家还没有其他的想要分享的话 在节目的最后呢 就是想问一下 如果看到 听到我们节目的人 有这样的需求 想加入你们的这个社区的话 有什么样的方法 当然在我们的节目下方 我都会把你们的 如果有网站或者有其他的方法链接什么的 我都可以放上去 包括APP的名字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就是大家需要知道的 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好 我可以补充一下 那个 首先我们社区 现在如果是 大家就是说想要找工作 或者招聘信息 你不用加入我们社区也可以做到 就是可以访问这个 TechJob Go 就是T-E-C-H G-O-B Job Go.app 然后就可以 这个网站就可以直接上去 就可以去发布 这个招聘信息 和寻找这个人才库 或者是 寻找这个招聘信息 不用加入我们社区也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么如果想加入我们社区的 有多种不同的方法 我觉得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去设计 这个TechJob Community 是我们社区的名字 TechJob Community 就会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它的ID是TechJob.com 就是Community的缩写 这么一个ID可以去找到我们follow好之后 就输入帮助 你可以得到所有的入口信息 和加入我们的信息 诸如此类的 然后如果是国外的朋友 我们有这个Facebook group 也可以搜索我们这个TechJob Community 还有这个LinkedIn上也有这个TechCareer Network 就是可以加入我们这个LinkedIn的group 当然到后面我会把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维码 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们像Telegram这种群体 是华人圈和WiWin都可以加入的 加入我们 这个方式可以给您 然后最后 我其实觉得我想 有一点很重要的 我觉得是我身上一个使命的我一定要得说的 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社区的发展 离不开很多人的发展 特别是我们志愿者群体 所以我想特别提一下我们志愿者的这个名字 我希望能够按更多的人 能够知道他们在背后付出了很多很多默默的努力 不为人知的努力 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 那个我们社区 除了我以外第一个志愿者 他的名字是个很小伙子叫卢君蕾 是Julian 他找到我的时候 他跟我说把所有的账户内活都给他 他真的是做到他说的这一点 他挑起了我们社区非常非常多账户内的活 然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这个是我第一个想提到的人 然后我想提一下萧涵 萧涵也是我们社区早期的 一起合作的去推讨这个事情的人之一 因为他是在 他是在他困在中国 没有办法回美国的这个处境下面 自己遭遇了很多很多困难和压力的情况下 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的资源和人 包括早期我们拉近的 我们主任这个社区的时候 早期加入几个人 包括医生 包括这个 还有Wish和Postmate 两个director的朋友 提供工作机会的 也是萧涵介绍的 后来包括像冯建 包括像我们社区的志愿者 这个文杰 对吧 这个也是萧涵介绍进来的 加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还有这个Shenny 也是这个冯建的朋友 还有这个 也是文杰的朋友 也加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还有我的老同学这个朱令红 他也是在负责我们这个Facebook Group 的这个development 然后他也是提供了很多很多很有用的建议 还有我的好朋友Scott 他也在社区里面开一些免费的课程去教大家 然后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去帮助别人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John John叫军战军 他是我们techjobgo.app 这个真正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作者 自己凭一己之力在两个星期时间内 批心待约的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也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也极少抛筒露面 但他这个人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一个人 这也是我想说的 然后那个 就还有大家还在做的 比如说这个医生也是在社区里面抛筒的作用 我刚才也说了 就可能也不需要多说 但他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志愿者 然后我们最近新加入的这个 新加入了一些非常非常优秀的志愿者 现在已经就是像同学说的 在我们大意在合作往前推进的 像包括这个Pasity 这个郝莫宇 还有这个Junior Junior是这个纽约那边就是负责金融 这一块的那个network 一个负责人 然后还有这个陶桃 还有这个刘畅 还有Emily 应该我想就没有遗漏了 就是这一棒的 然后我想对所有的志愿者说一声很深的感谢 我觉得社区真正的存在是因为他们 对 他们也是这个社区里面最积极最伟大 最了不起的力量之一 是支撑整个社区在一直是在运行在进行的持续的帮助大家的这样的一些中间力量 也是非常非常感谢 也非常感人听到这么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这样的志愿者们 在一起的为科技领域 为这个职场 大家在职场的一些发展和需求在做出这样的贡献 我觉得他们才是这个社区未来的希望和这个中国人的几年 真的 是很了不起 我很感动 我很受感动 嗯 我也是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能够抽时间来 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把这么多好的信息 个人的分享 感受 大家的一些体会 分享给更多的人去看去听 也相信能够启发很多的观众听众们 也希望对大家这个有需求的人看到之后 听到之后 会能够有更多的希望 能够 甚至有的人可能现在正处在一个 把自己孤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讲的 分享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让他们愿意去尝试 跟社区跟其他的人做这样的链接 去走出他们的这个壳 去向外寻求这样的一些资源 嗯 对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分享 我也要代表社区这个感谢您这个做这个节目 然后关怀大家这个心理健康 特别是我们这个科技职场这些人士 有心理健康之类的 谢谢 嗯 对对希望以后就是能够更多的 让华人尤其是这个湾区这边嘛 就是科技这方面的华人更多一些 也是希望通过很多这样的一些科普 让大家意识到心理资源真的很多 啊好好的利用 嗯尤其是公司又有这么好的福利的话 真的是照顾自己很重要 我也是和大家一样都有着虽然说不一样的细节的目标 但是大方向也都是希望大家在各方面有所提升 嗯 对 好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 非常感谢今天的各位嘉宾们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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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一三说栏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收听观看转发我们的栏目 我们的栏目在YouTube频道上 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Spotify iTune等各种频道找到我们的音频视频 心理科普栏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收听